这个千金就喜欢天天绣自己的大白腿 看得他妈都嫉妒了 赶紧叫保姆去拿双嗨丝给他遮一遮 可正是他的这个无意之举 竟放出了被保姆锁在心中多年的恶魔 当保姆来到千金的房间时 第一次进入千金房间的他 彻底的被惊到了 哇 他发现在这里 不仅窗外就能看到首尔的地标 韩国皇宫 整个房间更是摆满了 各种限量版的明包 明显 甚至就连巴黎时装周上的衣服 都是每件三套的挂在了这里 看着这奢靡的世界 早已被保姆锁在心中多年的虚荣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多想自己能成为这里的主人了 可当他的三十六码小脚 穿进这双四十二码的红高跟时 过去的痛苦唤醒了他 他记起了自己之前 就是曾经因为虚荣 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记起了他曾经在父亲一项钱发过的事 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这样 他及时地按住了自己 即将溢出的虚荣心 从那天开始 即便他每天都伺候着 这个和自己同龄的女孩 看着他在自己面前炫耀着这一切时 他都靠着对父亲的誓言 压制住了心中的虚荣 努力地过着属于他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当千金故意把护照丢在地上 让他跪在千金的脚下去剪时 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屈辱感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稻草 他想不明白 都是同龄的女孩 为什么他能悠闲地打五个小时电话 自己却必须要站在那傻等他打完 为什么他能在高档的餐厅里大吃大喝 自己却只能站在路边喝着西北风 为什么他可以成天游手好险 自己却每天要累得像一条狗 难道就因为自己的出生吗 难道穷就应该被他们这样的人欺辱吗 想到这的他 彻底解开了自己的封印 此时对父亲的誓言 也再不能阻止他黑化了 他决定既然命运本不公平 那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 把自己已经输掉的前半生 换成这个千金美好的后半生 从没见过这么呆萌的女人 不仅做没做相 天天走光 走起路来更是摇头晃脑 东倒西歪 平日里不管见谁 也总是摆出一副天然萌的公主表情 属世把小猪我 看得都直咽口水 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公主性格 也是跟他的家庭有关 出生在财阀家庭的他 从小就被母亲惯成了公主 对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一个字 买买买 以至于几年下来 他买下的奢侈品 都可以开一个奢侈品博物馆了 甚至他的耶鲁大学文凭 都是母亲花重金买来的 也正是母亲这一路的呵护 慢慢的把安娜变成了一个废人 每天除了吃喝玩乐 就是葛优糖 平日里公司的事情 也都交给了他的保姆来处理 甚至有时为了偷懒 他都能把银行密码和所有信息 都直接告诉保姆 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这个没心没肺的举动 却给了保姆一个 能和他交换命运的机会 一天夜里 长期羡慕安娜这种奢迷生活的保姆 偷偷拿走了安娜的护照和资料 随之一起带走了 还有安娜命中的好运 从那天开始 安娜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了 不仅他的懒惰性格 让他成了财阀的禁区 多年没有人敢娶他 他祖上留下的产业 也在他的管理下掉到低谷 甚至都开始出现负债了 就连一向是他为宝贝公主的母亲 都开始恨不得亲手掐死他 而那个偷走他人生的保姆 却靠着复制他的所有信息 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不仅在他的身份光环的加持下 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吃苦耐劳精神 过上了他当年的生活 更是靠着敏锐的眼光 抓住了韩国新晋财阀的心 嫁入了豪门 完成了他都没能完成的任务 也许这就是 机会始终是给努力的人准备的 这个财阀真是太丢脸了 原本想跟相亲的千金 炫耀一下自己公司的生意 可千金的一句话 差点把他吓死过去 听到这话的财阀背后直冒冷汗 生怕千金看穿自己 不过好在 千金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双方家长见面介绍自己时 千金的父母一句话 又差点把他和他爸一起送走 原来千金的父母也没有说错 这个财阀虽然是新晋的韩国富豪 但是与其他传统财阀不同的是 他没有产业 他的公司主营就是虚拟金融理财产品 说白了就是庞氏骗局 所以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他决定趁着自己现在还有热度 找个有背景的千金 拿着这些块钱来做点长久买卖 可这么个明明晃晃的大骗子 哪个千金肯嫁给他呀 然而就当他觉得 这第101次相亲也要失败时 这个千金竟然答应了 看着有这么傻的千金 财阀火速地举行了婚务 然而就在财阀为自己 终于骗到贵族千金 成功洗白而高兴时 他还不知道 他取到的并不是什么贵族千金 而是一个比他还厉害的骗子 原来 女人并不是什么哈佛毕业的贵族千金 反而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 而他现在所用的身份 也是他照着他以前的千金雇主 一比一复刻出来的 就连他能一眼看出奢侈品的能力 都是在千金家当保姆时 被逼着练习出来的 甚至连他那两位有贵族气质的父母 都是他花重金从横店请来的横跳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女人从看到他公司全是假奢侈品试 就已经知道他是个金融骗子 只不过想着自己也是伪造的身份 真嫁给一个财阀可能还会出事 倒不如嫁给这个有钱的骗子 至少大家都是同行 谁也说不了谁 就这样 两个世纪大骗子 手牵手幸福的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你敢相信吗 堂堂未来首尔市长夫人 竟然跪在了一个负债千亿的千金脚下 而且还被这个落魄千金像训狗一样 训来训去都不敢反抗 原来 这位市长夫人最早 只是这位落魄千金家中 众多保姆之一 而高中都没毕业的他 之所以能成为著名教授 甚至未来的首尔市长夫人 全都是靠着克隆千金的哈佛学历 和高贵身份得来的 可命运就是这么巧合 就在他人生战上巅峰的时候 那个他克隆的真身 却忽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更巧的是 他们竟然还住在一栋楼里 至此之后 贾安娜就开始每天爬25楼回家 未得就是怕再次在电梯里 碰到这个真身 可即便他这么躲避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当看到真身站在他家门口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原来 第一次见面时 其实智商本就不高的千金 并没有发现什么 还以为贾安娜又是在谁家继续当保姆呢 可随着贾安娜的丈夫 在市长选举中越来越火 安娜这个市长夫人的名字和她的照片 多次出现在新闻的头版头条时 千金这才觉得奇怪 因为她明明记得 这个女人在他家当保姆时 是叫小花呀 于是经过调查 千金这才发现 原来不光只有名字 自己的一切早就被这个女人全克隆了 当看着这个曾经自己的下人 用自己的身份竟然过上这么好生活 而自己现在却负债千亿时 这个一向端庄的千金 彻底的失态了 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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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时的贾安娜 一点也没有了市长夫人的尊贵 面对着千金 再次羞辱和无情的嘲讽 她再次像十年前一样 跪在了她的脚下 因为她知道只要千金一句话 自己十年努力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此刻她才体会到 原来在韩国这个小地方 其实在你出生的那一刻 你的宿命就已经定了 是你再怎么努力也跨越不了的 看着真安娜摇头晃脑的样子 贾安娜本想一脚油门 彻底的解决掉她 但最终她还是脚软了 可她这一脚软 直接让她损失掉了一千亿 原来当真安娜知道她用自己身份 得到现在这高贵的生活时 安娜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揭穿她 而是只要小花拿出一千亿 帮她还公司的负债 她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让安娜没有想到的是 别看小花表面上过着奢靡的生活 又是高贵的市长夫人 其实她根本没有多少钱 平时的收入就是当教授那点微薄的工资 而她那个财阀丈夫更是 平日里就抠门抠到脚丫里了 从来没给小花花过一分钱 何况现在正在竞选市长 以前金融骗来的钱 都花在选举买票上了 所以这一千亿对小花来说 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不过幸运的是 小花天生就带有逆境属性 在这样的逆境中 反而激发出她一个天才的想法 她还给这个想法取名为权利贷 就这样 小花开始统计所有她丈夫认识的财阀 联系她们的夫人 以未来市长夫人的身份 想向她们提前收取点将来要送的钱 可让小花觉得奇怪的是 这些财阀夫人好像都很正直 不但不给她钱 还都把她当成了傻子 就这样 一顿操作下来 小花只弄到区区一个亿 当看到安娜生气的 把她辛苦要饭得来的一个亿 甩在地上时 她彻底的绝望了 可就在她等待着随时被揭发身份时 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 当她丈夫在首尔市长竞选中胜出的那一刻 小花的世界观又被刷新了 丈夫荣登市长的新闻还在编辑中 那些曾经拒绝她的财阀夫人 就如同猎犬般秀了上来 不仅之前的傲气和苦瓜脸 全都整齐地变成了茄子脸 更是如同任祖归宗般 抢着要孝敬她这个好妹妹 看着这一张张虚伪的面孔 和百意钞票 小花又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是现实 这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 面对被卡在车里的丈夫 她不仅不去试酒 她还主动点了把火 只因她绝不能允许 撤离这个恶魔再回韩国了 原来 从结婚的时候开始 贾安娜就知道这个丈夫 其实就是一个金融骗子 她都没有太在意 即便往后的日子里 丈夫所变现出来的那种恶毒和伪善 她依然忍了过去 甚至最后哪怕根本不把她当老婆 紧荡成了选举路上的工具 拉选票的木偶 她也都无奈地配合丈夫演戏 谁叫她自己 本身也是靠着骗取安娜的身份 才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些呢 然而一切的隐缘 最终在真安娜死的那一刻彻底爆发 当她得知真安娜的死 竟然是她丈夫的杰作时 按理说应该庆幸的她 却没有丝毫开心 因为她看到的是 曾经内地代表着幸福生活 令人尊敬的高贵安娜 竟然在黑暗的公权力面前 如同楼椅般的就被抹去了 此时她的世界观彻底地崩塌了 她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终点 到底会是个什么黑暗世界 然而更让她后怕的是 她的丈夫根本没想给她 看到这一幕的机会 为了不给自己仕途上留下把笔 已经准备在竞选结束后 就第一时间把她这个假安娜 彻底从世界上抹去了 这次带她出国应该就是最好的机会 可就在安娜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只小鹿却救了她 看着车里的丈夫 安娜并没有选择直接逃跑 而是选择了亲手解决掉她 因为此刻的她深知 自己虽然能逃走 但是放这个恶魔回韩国 去统领韩国首尔的千万大众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遭受伤害 就这样 一声爆炸声 不仅带走了位高权重的丈夫 和安娜这个身份 也彻底地放下了安娜心中的枷锁 此时的她 终于又一次感受到了轻松 她隐隐地记得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十多年前她叫小花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 难道还不够 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 让该拿到来人把她还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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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